我们都会看到神话语的重要 我们在你面前求你特别来施恩 让我们在第一天学习的时候 能够看重这个普通的书信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普通书信的重要 有一些我们讲过了 其实我们可以念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个它几个特点 在十四页的当中 第一个把见证耶稣的真实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 特别是普通书信当中 我们会看到的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讲苦难 苦难大家都不喜欢要 但是苦难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脱离不了 那么我们在苦难的当中 到底要怎么样能够 就像保罗所说的 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这个不容易了 苦难是不是这个也是另一种祝福呢 怎么样在苦难的当中 我们还要尝喜乐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彼得前书当中 要学的秘诀了 所以各位就算是你来到美国 某方面你是很好 但是某一方面你也会很辛苦 对不对 很自然的 不论你到全世界各地 都不是代表说100%你都会顺的 这是很自然的 在国内有国内的方便 这个大环境不好小环境好 在国外呢大环境很好 国内是小环境好大环境不好 对不对 国外倒过来大环境很好 对不对 你要吃什么要干什么 自由 至少在美国一买东西 不会害怕买到假鸡蛋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 但是假如今天我们 在大环境好 但不代表小环境马上就会很顺 是不是 我想我们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移民的 都是有这个过程的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家里来到美国也是很早 1980年 但是都是有个过程的 所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苦难 那今天讲到耶稣的时候 彼得前书讲耶稣的苦难 他就教导我们了 所以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 这位弥赛亚耶稣的 蛮有趣的 第二个 他描写新约教会的情形 刚刚讲了 这些的书信 去透露新约教会的状况 大家不要以为 初代的教会就一帆风顺 因为有使徒嘛 对不对 那大致 那不是的 使徒们其实也是相继离开世界了 但是当使徒还在的这个状况 其实教会就已经面临到异端了 大家这在保罗书信你看到 在普通书信里面你看到 所以这个怎么处理呢 教会外面有罗马帝国的逼迫 内部有异端的这个逼迫 那么信徒到底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内外逼迫嘛 是不是 这生活上一个困难嘛 所以在某一些的地方也是一样的 教会内部有内部的问题 外面有这些的政府的问题 所以就很难 特别在回教国家 我到文莱去侍奉好多年 文莱我去的那一年是第一次装上空调 很好玩 装空调那一年 他说牧师欢迎你来 你来有个好处 我们终于有空调了 我说空调不是早就有了吗 为什么你们不装 因为文莱这个宗教部不准教会装空调 所以教会的主日崇拜早上七点八点就开始 太阳还没有出来 就赶快去 还没有升得很高 要不然太热受不了 后来是怎么样 后来是因为 那个苏丹那个国王 文莱的国王 记者去访问他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文莱有宗教自由 那个记者很聪明 记者是个基督徒 他一听 国王讲我们有宗教自由 他马上就去访问那个宗教大臣 他说我们苏丹 我们国王说我们有宗教自由 那请问你 为什么有宗教自由 我们教堂不能装空调 结果那个宗教部的那个部长被问得没辙了 就说我们没有禁止啊 可以装可以装 好 他一说装 教会的话不是装 把他开工就装 而且装了很多 他说因为他们管到一个地步 你的教会要扩建都不可以了 所以他们害怕以后啊 宗教部再改 你今天空调装的不够 再换新的话 他不给你换 你就惨了 所以他们藏了很多空调 反正在地了解 其实真正厉害的像这些国家很厉害 他们圣诞节只能在教堂的院子的内部 可以圣诞节 可以圣诞节超过教 一超过教会的这个范围就不准圣诞节庆祝 绝对不可以 这些国家其实大家各位脑袋要想想看 并不是说只有在一些的国家受到难处 没有的 他是回教国家 回教对 他回教 他要施行回教法 回教法的第最后一期就是砍头砍手 就是这样 我在中东住了四年 你们不知道 我在沙烏地阿拉伯 中国叫沙德阿拉伯住了四年 我是学阿拉伯语的 我住了四年 在那边只要一个礼拜五 清真寺 他们也是叫纠码 纠码就是礼拜五 他们是回教的礼拜 完了以后大清真寺在利亚德 成千上万的人聚在那边不走 就是那天要游了砍头 砍头了 这个实况转播 砍头砍手很简单 他就是标准的回教法 那么文来 其实就是准备实行这个回教法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好 那么我们来看第三个 普通书信去辅证保罗书信的真理 我们刚讲了很多 从内容看 普通书信跟保罗书信 好像是红花绿月 我们从这两个大的 保罗书信跟普通书信 普通书信是有不同的 主的仆人去启示出来 上帝用他们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主题 都差不多的 相得益章互相辉印 来辅佐 我就看到保罗所传的信仰 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第四个 前后的经卷的桥梁 普通书信是历史方面的 因为它是在福音 普通书信是历史跟教义 跟启示录当中的桥梁 因为历史的书信是讲 是福音是讲耶稣的历史 道成肉身 使徒行断是讲教会的历史 教会简离 那么保罗书信主要 我刚刚讲的讲 教义 音信称义 那么 启示录讲未来的事情 那么今天 普通书信摆在 这个保罗书信的后头 在未来书信的前头 这是一个桥梁 是一个桥梁 就让我们看到 教会内部的压力 状况 面临的挑战 所以我们看到 这边描写教会三个注释 在加拉大书第二章第九节 讲到雅各 这个雅各就是 耶稣的弟弟了 西门彼得 还有约翰的教导 约翰一二三书 约翰老约翰 老约翰是所有使徒当中 大家都受动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这几个非常重要 雅各 虽然 没有称作使徒 但是雅各 其实在耶路撒冷教会 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核心童工 雅各 那么 所以大家去看的时候 耶稣的弟弟这个雅各 彼得跟约翰 是称作教会三个注释 雅各是比较看重律法的 这个雅各书 所以讲因心称义 也因心为称义 雅各书以后你们会看 我就不讲 那么这三位初期教会的领袖 对羊群的照顾 所以在教母学的当中 我们可以从 彼得前后书 约翰 一二三书 可以看得到 对于教母 教会的侍奉是非常的重要 好 那么我们来看 普通书信的主题 我们来看一下 五星节降临以后 很多的教会建立 而加上教会面临到的挑战 假先知也很多 很多不纯正的假福音 就在教会的当中开始蔓延 所以主要初代教会 它最主要的一个是基督论 就是耶稣基督论 讲基督论的问题了 第一世纪是最多的就是基督论 比如说就讲基督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看约翰一书 大家来看一看 大家看看约翰一书 其实这个是对付 这个所谓的异端的 因为他们认为 耶稣是一个虚幻的灵体 不是真正的道成肉身 变成一个人 因为耶稣有两个 一个是神 一个是人 人人两性 但是初代教会的时候 约翰一书 他对付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幻影说 什么叫幻影说 就是耶稣其实是一个幻影 他不是一个真正人 但是约翰一书 老约翰就开始 对付这个异端了 他说论从起初 原有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 老约翰就说 我们耳朵听到 我们眼睛看到 我们还亲手摸过 意思就是 是一个真的 不是你们那些幻影说 是一个什么 虚幻的东西 懂我知道 所以他其实这个被 书卷的背后 都是对付什么 异端的 这些 他说这个生命 已经显明出来 我们也看 又开始强调 我们看见了 我们看见过了 现在又做见证 将父 将元与父同在 且显现于我们 那永远的生命 传给你们 第三节又开始重复了 我们将所眼睛看见的 耳朵听见的 传给你们 有没有看到 所以他这里面 他不断的强调 我看见 我听见 我亲手摸过 他到底在讲什么 对不对 其实他背后在强调一个什么 耶稣基督是真实的 道成了柔神 成为一个人 这是他的背后 所以当你去读这些书卷的时候 你刚刚开始去看的时候 你大概就不会去强调 这几个很重要的 重要的听见 看见 摸过 对不对 你大概不会去强调这个 但是不是的 像约翰 他是一个 也是很爱耶稣的 所以其实他 真的是跟随过耶稣 他就用这样去描写 绝对不是一个欢迎 这就是对付当时第一世纪教会 有关基督论的这个问题 那么初代的教会 也有一个问题 保罗书信多讲阴性称义 那么普通书信多讲 生活方面的很多 比如说我们讲雅各书 就讲生活方面的 那么生活的指导跟教导 第十五页书本 其实也是正确的 去让我们看到 那么大家去看一下 生活跟怎么样去过生活 你苦难的来临的时候 你怎么过生活 大家都不喜欢苦难嘛 那苦难来临怎么办 这个是彼得前书 我们会去谈的 还有一些 什么样的正确的一个教义 来对抗当时所谓的 恩典福音 什么叫恩典福音 恩典福音就是十戒都不要了 大家信耶稣了 反正就哈雷路亚 恩典福音它最主要的 新加坡叫平约瑟 Joseph Prince 平约瑟 这是很有名的 那么这个平约瑟在新加坡教会 我看他现在应该是两万人了 我就刚刚讲了嘛 这个大一个超级市场 百货公司上面就是大的聚会场 底下全部都是那个 shopping mall 卖东西的高级百货公司 那这个Joseph Prince呢 他们就是以恩典福音为主 英文叫hypergrace hypergrace这个东西 其实我跟大家讲 他主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第一次信耶稣以后 包括你未来的罪 在你第一次信的时候 全部被赦免了 所以你第一次信耶稣就好了 以后基督徒再犯罪 不必再向耶稣祷告认罪悔改 懂吗 不必了 因为你第一次认罪的时候 恩典够你用 那个打包的包是很强的 就是大光一照 宝血一涂抹 一直抖抹到你 你见耶稣为止 全部结束了 所以你当中当中 你要做什么东西都无所谓的 你犯罪也在耶稣里头 已经赦免你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谁最喜欢 各位 年轻人最喜欢 对不对 现在年轻人最讨厌就是牧师嘛 天天讲 你要A要B 要这个不要做 那个不要做 那这个恩典福音 为什么年轻人教会很多 教会当中很多年轻人 就是因为他讲了一个是 非常符合年轻人脑袋的想法 我只要买一个单子 后面又永远有效 这就是恩典福音 恩典福音 它其实是马吉安的一个代表 就是把旧约的律法全部杀光光 旧约的律法 所以恩典福音在浙江两会被宣告是异端 浙江两会 其实这个我蛮欣赏的 还不错 我在大陆也讲 你们这两位还不错 他都没有拿真 我怎么讲 讲了一大堆 我说别的我不知道 至少在这个部分 我们要给人家肯定 对不对 他做的是对的事情 我们国外呢 没人讲 新加坡没人讲 国外没有人讲 我告诉你 我们国外的教会 不一定会比中国的教会好到什么地步 我讲句很难听的话 我现在63岁了 讲话我都不客气了 我以前很客气 我都不讲这些的 我发现不行 现在在不讲 很多的同工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外面侍奉很久了 是不是 我们就知道这个整个的状况 大家应该要知道 不知道不可以 基督教就麻烦了 我们读普通书信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 大家看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 它是一个破题的一个经文 我们怎么去读普通书信呢 其实在彼得前书 第二章第九节 是我们在基督徒当中 在教会里面 常常会拿来当经句去念的 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这个国民 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叫你们宣扬了 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那么这个经文 它的来源是在 《出外纪》十九章第六节 在摩西五经的当中 摩西五经如果是一个大西瓜 你要切西瓜 一刀切下去怎么切 摩西五经分两部分 一个是历史的部分 一个是律法的部分 你这一刀切下去切在哪里 切在《出外纪》十九章 大家回到《出外纪》去看 我们今天 其实教会所领受的那个 calling那个呼召 其实是从西乃山传过来的 不是今天才有的 新约所有的东西 旧约早就有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不要认为旧约旧了 那个是大大的无悔 《出外纪》十九章 当以色列人从出埃及走了三个月 到了西乃山 第一节 《出外纪》十九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他就来到西乃的旷野 他来到西乃 结果上帝就在西乃山上 遭了摩西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召 这个呼召在《出外纪》十九章第六节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 十戒律法就是从这个经文来的 他说你们要 第六节 你们以色列人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有没有看到 同时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 当上帝在西乃山上去呼召以色列人的时候 摩西下到山上跟这些长老这些讲 他们都OK愿意 神就搬下的律法 要成为祭司的国民的话 你要成为祭司的国度 你要来敬拜上帝 对不对 这就是后面从开始造会幕 然后讲到献祭的礼仪 讲到大祭司继位 他就开始启示了 一路到立位祭里面 然后他要讲我们是圣洁的国民 所以你敬拜要圣洁 不能拜偶像 你在生活上你要圣洁 之后人处事要圣洁 这就是律法的范畴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就是神对犹太人 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召 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产生今天所谓的摩西的律法 犹太人在律法之下被控告 因为他们活不出来 那今天犹太人失败了 他也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神在西乃山上的这个呼召 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今天转到哪里了 转到教会身上 就是各位我们读的 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 再回头来看一看 我把这个来东去脉 给你们讲一下 所以这个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 这个西门彼得 虽然这个渔夫 也不要小看他 很厉害的 真的 如果你整个圣经有贯通的话 你就知道 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 这句话 其实是整个从西乃山 对以色列人的 今天上帝界的西门彼得 放到了教会的身上 所以你出去看 而且但是他加了一个东西 因为他加了一个祭司 但是他前面有两个字叫君尊 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君王跟祭司的身份 君尊不要忘了这个君尊 君尊其实是侍奉方面的 这个就是各位在摩西五经讲到君王 君王做侍奉的 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 唯有你们是就是指上帝的儿女 是被上帝拣选 我们有君王的身份 君王做侍奉的 我们有祭司的身份 祭司是什么 就是敬拜上帝的 还有我们是要以圣洁 作为整个的核心 圣洁的国度 那么在这个基本的路线里头 我们来看 大家去读这个 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 我刚刚说了 他是从初爱记十九章第六节 西乃山上对犹太人的呼召 转到今天教会的身上 但是在执行的方面 是在哪一个经文呢 在我们在座的 每个人都会背的大使命 大家读耶稣的大使命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十九节二十节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 门徒 对 那就是什么 这就是讲祭司的职责嘛 把耶稣的福音传扬出去 大家来敬拜他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行 所以祭司的国度 第一个是敬拜上帝 那么今天我们要带领人 敬拜上帝的大使命 第一个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 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样的话 人家就会来到教会敬拜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民 那讲到圣洁的话 如果我们不读圣经 我们怎么知道 上帝的标准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在大使命的最后那一句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怎么样 遵守 我就常与你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把三个经文的出处 全部把它连在一起 各位读圣经 我奉劝 如果你要做传道人的话 圣经是一个整体的启示 你绝对不要因着什么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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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香肠一样 我保证你都不懂 我张牧师讲话说算数 我负责的 我保证你都不懂圣经 因为圣经你必须要有概念 它是整体性的 了解我是吧 它并不是说旧约是旧约 新约就新约 它错了 它是整体性 就像一个车子会跑 每一个零件都很重要 你哪一个零件坏掉 你车子就抛锚了 很简单 大家有这种概念 所以当你去读圣经到最后 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是什么 把你在神学院所有学习的 应该要融合在一起 了解了什么 你的功夫才就出来了 你刚开始你很辛苦的 你动一点西一点 因为老师跟你讲的都是 一下这一卷一下那一卷 你不能够连号 这很正常 所以你要说圣经要读多久 大概是一辈子吧 坦白告诉你 那还看我们愿不愿意追求 不愿意追求的话 你还是很多点不上号 所以你要在教会做事奉的话 你要把圣经学习到一个程度 一定要融会 所以各位 西乃山上的呼召 出外记十九章第六节 犹太人不信耶稣是弥赛亚 上帝的这个呼召 难道失去了吗 答案没有 这个呼召就转到教会身上 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当他开始要升天之前 他就开始告诉他的门徒 你要来做这两样的侍奉 一个就是你是祭司 所以你要去传天国的福音 对不对 你要带你那些耶稣来敬拜上帝 很简单 第二个 我们是圣洁的百姓 所以我们要读上帝的话 我教教导你的 你就去教训他们遵守 他给你一个promise 应许 我就与你怎么样 统战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样 所以 那么我们再讲 在西乃山上的这个 Holy Code圣召 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那么到底从哪里来的 绝对不是西乃山 突然耶和华上帝 灵光一闪 直接把摩西叫上来 来来来来 这些百姓要成为我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不是的 他从哪里来 我可以告诉你们 从伊甸园来的 伊甸园 伊甸园 伊甸园里面 亚当就是一个祭司 敬拜上帝的 你看看他两个宝贝儿子 不是亚当一辈赶出伊甸园 创世纪第四章 两个宝贝儿子 不是有一天就跑去 敬拜上帝吗 有没有 就是这样 谁教的 当然是老爸老妈教的 所以你从这里 你可以知道 亚当是一个 敬拜上帝的人 那么亚当 因为就是在伊甸园中 不圣洁 因为上帝跟他讲一句话 神跟他吩咐说 你不能吃 分别三二素上的果 那个吩咐这个字 中文的翻译很客气 好像只是 上帝给你 I tell you 用那个TLL 不是的 吩咐这个字 就是实戒的那个 实戒的那个诫命 command 我命令你 清楚了 所以人类的第一个 上帝对人类的第一个 律法的教导 在伊甸园就有了 创世纪第二章 应该是十六节 那个地方 大家来看一看 所以我跟大家讲 把它贯穿 整个圣经要贯穿去读 你就通了 十六节 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 耶和华神 吩咐亚当 吩咐这两个字 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 它是command 命令 命令 那这个中文的翻译 太客气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 也觉得挺客气的 不是的 所以上帝 给人类的第一个命令 就是吃东西的问题 吃饭的问题 所以耶稣的第一个事态 也是吃东西 有没有 耶稣在 耶稣旷野四十天进食 不是那个 摄探的就来吗 这个石头变成饼吗 也是吃吗 很简单 所以不要小看 中国人讲句话 你以食为天 这可是大事 人确实是这样子 从圣经的角度看 也是如此 所以大家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在伊甸园的当中 亚当因为不圣洁 他没有听上帝的话 就是不圣洁 就这么简单 所以基督徒要圣洁 回到耶稣的那一句话 耶稣为什么说 凡我所吩咐的 你要教导他们遵守 就是因为你要懂得 什么叫做圣洁 了解我这吧 你如果今天在教会 信了耶稣都不读圣经 我保证你 虽然你也是个基督徒 肯定你也不知道 上帝到底喜欢这个 还是不喜欢那个 搞不清楚嘛 因为这就是为什么 教会 其实我讲穿了 大使命的核心 就是教导 核心 你不管出去传 耶稣的福音 因为大使命告诉你 传耶稣的福音 是要带领他们做什么 门徒 有没有看到 跟你讲的很清楚 不是普通的福音哦 你除了让他去耶稣以后 你还要带他能够跟随耶稣哦 门徒哦 后面又告诉你哦 凡我所吩咐教导他们 所以我跟你讲 大使命的核心 在教会里就是提取教导 整个旧约 重要的就是教导 所以你注意去看普通书信 也是教导 为什么 教会出问题了 谁啊 这些使徒班就出来了 对不对 他开始就教了 很重要 所以教会不是只是办活动 有时候教会啊 我叫misfocus 教会最主要是我们在教会 要教上帝的话 很重要 好 我把这个部分大的重点 有的书上没有 我帮你串联一下 让你去理解整个圣经 它是一条大线 不是大家所想象的 用切香肠的方式 切的断断续续的 这样的话你读不懂 我们来看这个普通书信的三大主题路线 来看一下 所以在信仰的方面 就是祭司的职责了 祭司是要教导上帝的话 要对抗异端跟假师父 旧约的祭司也是如此的 是要对抗迦南宗教的 这些的败坏的风俗跟异端的 不要败偶像 第二个君尊 就是君王了 这是讲 侍奉的方面的 所以教会遭受到逼迫以后 所以我们开始去 劝勉圣徒 贵主受苦 因为教会在第一世纪 遭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的时候 那么到底我今天在教会 还要不要侍奉 对不对 软弱就跑了 我不在教会比较平安 我在教会反正没平安 这就是各位弟兄同工们都知道 那哪一年不是十字架拆了一千一百多个吗 这个也是个大问题 也分成三大派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们浙江最厉害 拆了一千一百多个十字架 也是分三派 一个就说 哎呀 圣府说拿掉就拆掉 一个一边就是 我们要护十字架 对不对 中间有一大批人是不知道怎么办的 通常分三派 苦难来了 苦难 难处来了 他真的是用大吊车 把那个教堂上面 高高的那个把它打掉 所以变成平头教会 听到没有 教堂变平头教堂了 实实下没有 苦难了 并不是今天没有的 那你怎么办 你如果今天在教会做事奉 你是要准备 跟大家说 本人生病请假 告老还乡 还是继续事奉 这就是匹德前书要讨论的 那个时候教会 赶快演出匹德前书 还来得起 确实是这样 所以不要认为它没有用 其实二十一世纪的教会 面临很多挑战 我就一直强调 你们来学这个书卷 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它更实际 我很坦白跟你讲 因为它不是教义的问题了 对不对 它还有很多教导你 怎么样在这种状况当中 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再来就是生活方面的 那么 圣徒得救以后 要活出生命的见证 活出耶稣的荣美 不是只是享受信仰的恩典 就忘记了使命 要活出荣美的见证 就需要与主联合 所以约翰一书的 有两个主题 约翰一书两个主题 一个是对付假师父异端 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教导你基督徒 要与主联合 住在耶稣基督的里头 好 那么我们后面 就讲一个比较枯燥的 就讲到初代教会 所谓假师父的错误 主要有一个叫做 Ginosko 就是希腊文叫做 知识 英文叫knowledge 知识 这个Ginosko 它是一个希腊文化的 一个东西 那么在书本的十五页 我在这边有特别讲 诺斯丁主义的内容 大家来很快地看一看 各位要研究这个 初代教会 有初代教会的 受到所谓的 希腊文化影响的异端 我们今天中国 新天的华人教会 也有一些受到 一些的影响的 受到我们中国文化影响的 也有 好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 若斯丁主义 读过神学院都知道这个 那你们可能 我不知道应该 其他的数据老师 有没有教 稍微走一下就好了 这边我们大致理解 他们认为 他的想法是这样 他说 第一个神 他是多神教的观念 第一个神是圣洁的 那现在他要解决一个问题了 第一个神是圣洁的 怎么可能会跑出一个 不圣洁的世界 懂我 他就没有办法去协调了 世界是有罪的 但是今天神是圣洁的 那么一个圣洁的神 怎么会创造一个犯罪的世界呢 所以他说 第一个圣洁是绝对的圣洁的 第二个神是怎么样 是有一点问题了 他就这样开始讲 他多神教的观念 他说真正最高的神是纯灵 居住在静光之中 与黑暗的世界完全隔离 是美善的 他说宇宙不是由这个最高的神所造 因为宇宙由物质构成 物质是邪恶的 所以最高的神不可能创造一个邪恶的物质世界 好先把它念一下 你去看他的逻辑观 他也很逻辑性的 第三个 所以说最恶的物质世界是由赤神所造的 因为赤神并不认识最高的神 第四个 世上的人是灵体二元论 所以Ginosko 中文翻成诺斯底主义 就是讲knowledge知识 为什么叫知识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 他们认为世上人是灵跟体 只有少数人心中有灵智会光 换句话说 今天你要认识那个独一的真神的话 那个真正的那个真神 而且是完全圣洁的话 你要有 我们要叫什么 要有 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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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今天我们21世纪讲的 就是你如果要怎么样怎么样 唯有透过这个上帝特别拣选 恩高的这位仆人 一样的意思吧 别的仆人都不会啦 只有透过这个才行 唯我无尊啦 基督教有没有这种口语啊 有没有 多得很啊 我跟你讲 讲难听点都是把人高举到一个地坡 我看比上帝还大 真的是这样子 不透过他好像上帝就没办法了 神就不会透过别人 太绝对了 这种是太绝对的 神无所不用 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他都可以不用 他用鱼就可以嘛 约纳不是被鱼吞到肚子里头的 是不是 他连那个巴兰的驴都用嘛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不了解这些圣经的 不去那个 有时候讲那些是有点误会的 好像就是特殊几个人物 其他都 我告诉你要很小心 Ginosko 他的特点就是 你们要认识这个真正的上帝 就是透过我们这几位 只有我们这几位才有这个慧根 那问题来了 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 你哥底母可以认识真理 撒玛利亚的妇人出来打水 耶稣也跟他讲道 对不对 上帝的道是放在这个地上 让人都能够 你只要去扣门就给你开门 没有所谓的叫做 透过某几个特殊人物的 所以搞这种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奥秘主义神秘主义 对吧 好像非透过几个 那个都是 我跟你讲 包括今天的异端都是 都是差不多是这样 都是这样 就透过几个 中国大陆 你们东北以前 有叫这个三班仆人派听过没有 听过 河南来的 河南 我们老家来的 我老家河南 我们河南异端很多的 南方仆人比东方闪电还厉害 东方闪电 东方闪电其实是东北来的 是跑到河南扎根的 你也蛮丑的 那三班仆人派你是在院子 侍奉还是在圣所还是自圣所 它不是三班嘛 从会幕里面跑来的 所以三班仆人派 如果你是坐在自圣所的话 我跟你讲 那就是就像我们那个 这个在中国早期的皇帝时代 你就是坐龙椅的 旁边一堆人伺候你 它变成这样 因为你在赐上 三班 三班 班啊 三班仆人派 三班仆人派 多了 新疆有这个林林教 林林教 约翰艺术讲的林林教 是从约翰艺术来的 所以我可以给你们讲一大堆 所以1996年 中国在抓东方 东方闪电的时候 那个时候到中国 我跟你讲 唱诗歌 大家都不敢拍手 其实唱诗歌拍手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他们的聚会特点是拍手啊 那个叫shouter 叫呼喊派 呼喊派 那么我们那时候去的话 聚会要唱诗歌 大家都不拍手 因为怕被误会 撇标签 是呼喊派 是这个样啊 蛮有趣的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啊 那想想这个中国整个 那个90年代 一直到现在整个的变化啊 很多的这些的 中国的异端啊 很多名字在国外没听过的 好像是武侠小说的名字 三班仆人派 听不懂 还以为你是不是 武当派还是少顶派 哈哈哈 搞不清楚的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 第五个啊 第四个啊 他说 世上的人是灵体二元 只有少数人心中有指挥 有这个灵根啊 需要一位救主来救他们脱离罪恶的世界 第五个 耶稣只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 注意啊 他是讲他是一个人 不是童女所生 这个就是标准的大异端 但是他的道德高超胜过世人 第二个 耶稣受洗以后 他说基督降临在他身上 好 这个就是所谓的adopt 就是 英文叫adopt 就是过季嘛 adopt的就是 他说耶稣 他们是这样讲 他说耶稣是一个玛利亚 跟约瑟生的一个人 不是童女怀孕 不过呢 这位耶稣呢 有一天跑到施洗 约瑞那里施洗了 他比较幸运 刚好呢 那一位基督呢 就降临在他的身上 就是选了他 他是一个替身啦 你懂我是吧 好像过季一样嘛 adopt 然后呢 等到这位耶稣被定十四驾的时候呢 弥赛亚就跟他说再见了 哈哈哈 跟我不乖 他就溜了 哈哈哈 很好玩的啊 我用这种方法你就知道 英文叫adopt adoption 就是 啊 选了他了 好像中 我们讲过季一样啊 就是选了他 其实他说耶稣不是真正的迷赛啊 只是被上帝选了他了啊 哎呀 蛮有趣的 第七个 这位基督在耶稣的身上向世人宣讲最高神 并施行神迹啊 这个叫什么 叫做基督借壳而丧死 哈哈哈 借壳了 借了 借了耶稣的身体上世啊 基督是基督 耶稣是耶稣 两码石 耶稣是有罪的 基督是无罪的 那么他只是当时给他的一个身份叫弥赛亚罢了 就是这样 借了他的身体借壳上世去去专道 第八个 有灵智会光的人才能够认识这个最高的神啊 投归天父 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啊 弥赛亚基督就是这个受高者就跟耶稣说再见啊 就离开了这位耶稣回到天上 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是一个人 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有罪的人 这是他的他他所传讲的啊 完全都是一端嘛 所谓的救恩是指脱离身体 而不是借着信耶稣 而是靠特殊的知识而得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Ginosko 因为当你去接受这些人的教导 他说当你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有这个知识了 对不对 你可以借着知识 你就认识最高神了 好那问题来了 所以大家去读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他开始骂这些的所谓的假师傅异端 因为他们说你只要得到知识你就超脱了 所以他们并不会教导你生活要圣体 所以这个彼得后书就特别对这些的假师傅 等于是骂他们 其实他们不重视道德生活 他们只是重视什么 你有没有这个知识 这个知识谁给你的 就是 就是这个大神啊 用了几个人 然后让他们去传 这就是 这个异端的特点 所以有些基督教的异端 从第一世纪到二十一世纪都有 特别是有一些的教派啊 是透过某某 某某人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都是 几乎都是异端的形态 几乎都是 包括那个韩国那个大异端 有没有 那个那个 那个给人家配婚的 上万人的那个 同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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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也是啊 你要结婚啊 唯一透过这个人 这个给你 帮你配 这就是你的老公了 这就是你老婆了 这个上帝给你们配的 唯一透过他的口 你们才能结婚 没有自由恋爱的 中国的武汉有四季婚礼 四季婚礼啊 四季婚礼 所有的什么都在一起结婚 那个基礼结婚跟这个不一样啊 不是 他就是这些人在一起结婚 哦 也是这个韩国过来的 就是就是武汉 武汉我知道 就是这些神学生 这些面署一起 就是都在这边结婚 武汉 哦 这不一样 不是人执行 那你那个 那也是牧师主导 不 牧师帮忙就是看 跟你讲的是 是集体天赛的 那个是另外的 那个是另外的 那个有的 至少牧师去讲 这个可能就是说 这个可能很适合你 你们去交往看看 那倒还无所谓 我们 我们讲的是 那个韩国那个故事啊 那统一主教是 这就是你丈夫了 这就是你 这种情况在国内也很正常的 也很正常啊 也很正常啊 你讲是哪个年代啊 我就是国内就是有些 我知道农村是这样奉父母之命啊 就会有一些牧师也是这么做啊 就决定了就嫁给他必须啊 这样子啊 那这些牧师应该来丰收学一学的啊 所以有的时候啊 我们在教会说 师父你不能够超过某一个阶线 其实那个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 坦白讲 我们没有权柄搭到一个地步 直接说上帝跟我说 你就是要嫁给他 你就是要娶他 你没有这种权柄的 那这个统一教就是这么干的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的 自由的交往 他没有这个 直接就给你配婚了 这个是很糟糕的 统一教的特点就是这个嘛 所以他可以上万人这样子 参加一个大婚礼 集体结婚嘛 好 那么我们来看好 弱势义主义好 来看在神学上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的影响基督教在初代教会非常厉害 好我们来看结果啊 这个在史书心脏你看到 在行为上啊 称作是一匹普罗派 就是放纵肉体情欲 所以大家去看到 包括保罗书信普通书信啊 都会讲到 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 然后雅典就会由当时是学术自由 在希腊文化的里头分成两个派别 一个就是肉体是不好 那我不能控制我的肉体 干脆就放纵情欲算了 因为我不想 我不想做的 但是我控制不了 对不对 那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啊 是肉体的犯罪 那另外一个就是干脆极端的禁欲啊 叫禁欲派 那大家去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啊 你注意去看 当然我们都知道 加拉太书是讲自由大宪章 他说弟兄们十三节 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 自由就是罪得赦免啊 我们不被罪捆绑了 但是他后面讲 开始讲一个 只是你不可以将你的 在基督里罪得赦免的自由 当做什么 放纵情欲的机会 有没有看到 他怎么会讲到这个呢 其实就是第一世纪希腊文化的影响 因为在希腊文化的当中 有一部分的人是 一匹古罗派 就是赞成放纵派 意思就是既然肉体不好 我也不能控制他 那么我不想做 他也做出来了 所以就算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所谓一匹古罗派 这一类的新闻非常多 底下有各位 弟兄姐妹有兴趣 各位自己去看 那么另外一个叫做 斯多亚派 斯多亚派是强调刻苦己身 那么保罗 上面的这些我就不去看 我去看其他的新闻 大家看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来看一下 林浅 林浅 往前面翻一翻 斯多保罗在林浅 特别就讲到 第七章 第七章 讲到这个结婚的夫妻生活了 第七章第一节 他都论到信上所提的是 我说男不敬女倒好 但要免淫乱的是 男子各当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所以他这边特别去讲到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教会受到所谓希腊文化的影响 大家一听 圣经也讲 人是有罪的 人的肉体是犯罪的 又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 那么这些人为了要保持圣洁 那夫妻呢 既然已经结婚了 就分开了 因为肉体不好嘛 大家就分成东乡房 西乡房了 是吧 这个变成什么 叫属灵夫妻了 不能住在一个屋檐下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做什么 做调整 他说错的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因为在圣经的教导 《创世纪》第二章 最后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 对不对 他教得很清楚 那当时为什么教会有这种影响 就是希腊文化的影响 所以我跟大家讲 文化入侵教会 是我们最不注意的 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教会 因为我们中国近百年 逃难逃得很厉害 中国近百年 他们苦难 苦难历次嘛 坦白讲 这苦难的 逃难的人 我跟你讲 当你跑到同一个city 跑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 你要逃难 你只有吃喝 把肚子先填饱再说 你不会对当地的城市 有建设的 不可能的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要搬家要逃了 特别是我们很不幸对日抗战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种文化留下来了以后 你会发现 有一些老人家 我们的上一辈 家里面摆了一堆东西 是永远不愿意丢的 因为他说我们不知道什么会用到 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 我们家就是有这样 很多老人家说 我不要丢 因为我可能要逃难 逃难的时候 因为他过去逃难的时候 缺这个缺那个 他们怕了 他很多都会留下来 没有安全感 对 没有安全感 居无定所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当他一旦安静下来 他脑袋 一般的人脑袋也不会想 我今天既然安静下来 我应该对这个城市有一些的贡献 所以你要知道 在我们华人教会 最缺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分享 共享 有没有 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有共享 因为我们有种文化叫 至少门前选 带来是什么 各不瓦上装是吧 反而瓦上装 对吧 这个就是 一个民族一种的文化 它有它 好的部分 也有什么 不好的部分 我们好的部分是孝敬父母 这个没问题 对不对 这是绝对的好 孝敬父母 这个比西方好 西方是老人家很惨 是不是 你看在美国 你们去教会侍奉 你们去看那个 老医院 老人院你就知道吧 是不是 我们的中国人 看巴巴 看得比较勤快 哦呦 我们常去 你看看那老美 很羡慕我们 他觉得东方人好像比较 对父母还是很照顾 对不对 事实上是这样的 那他们孩子呢 圣诞节 感恩节最多来走一走 就走人 所以这个文化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坦诚 所以各位我们在 我们在教会里面 其实在侍奉的当中 我们华人教会查经的部分 很少从文化的角度 从 读这些经文 从文化的角度去看 很少 很少 因为我们就是查经嘛 那分析这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没有从文化的角度看 我们今天在 我们中国人嘛 我们在文化的里头 有什么是好的 合乎圣经的 有什么是不好的 我们应该要改正的 其实我跟大家讲 有一年我到Karamazoo 就是芝加哥 再往东边飞 一个小时不到 那边 他叫 那个城市 那个地名很好玩 叫Zoom ZOO 我想以前是养动物的 叫Karamazoo 我一下飞机 有一个 也是一个教会的 负责同工 应该是长老来接我 他是国内来的 他很坦诚 他说张牧师啊 我们从国内来 虽然在美国也住了这么久了 学位也得到了 工作都不错 他说张牧师 我们也信耶稣了 但是我们信了耶稣 可是我们里面 有一些的逻辑观 没办法改 我说 我说弟兄你很坦诚 因为我在大陆久了 我很清楚 你们国内来的 我跟你们讲 你们有一种 有一种思想教育 其实是 其实是正常的 不是不好 不要认为我 认为我讲的不好 不是的 叫做正反合 正反合 正反合 你们都懂吧 这是各位 在中国大陆背景 包括美国教会 查经一定出的大问题 哇 我这个五时间 现在才不高 我说的是变证法 我说到正反 是不是变证法 对了 因为 我们华人 只有中国大陆的是 唯物变证法 其他的 没有 对 我跟你讲 你们要小心 你们将来去讲到 都会用这个 唯物变证法 唯物变证法 可不可以用 当然可以用 哪里不可以用 它是一种思想逻辑 对不对 它是中性的 没有不好 我在大陆 我在大陆 侍奉酒了 所以很多的 我都听国内的同工讲到 其实他讲到正的时候 讲的比我们都好 坦白来讲 大陆同工 那讲他讲的很好的 讲到反的时候 完全垮掉 你知道他反什么 比如说 亚伯拉罕 创世纪十八章 接待了三个人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 那个经文吧 接待了三个人 这是圣经讲的 这是正的 但是他在讲到的时候 讲到反 他说 如果亚伯拉罕 碰到了一百个人 会不会接待 我说垮了 圣经只告诉你 他碰到三个人 他去接待了 没有告诉你 碰到一百 这是虚构的 懂不懂我 你反的时候 你又把前面 那个圣经讲的 这个是正的 你又把这个东西 反到一个是 没有答案的东西了 比如说 我都听过的 国内同工的 有些还是神学老师 你又在神学教嘛 有时候他们在讲到 我就臭的没事干 我看看他们 到底在讲的怎么样 以利亚 哇不得了 大战巴利 假先知 哇真精彩 对不对 从列王一章 十七章开始 十八章十九章 结果呢 为了耶洗别 为了耶洗别 以利亚怎么样 求死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是圣经教导 他说如果以利亚 不求死的话 看是反了 会怎么样 我说圣经告诉你 他就是去求死 这是圣经的教导 你又来一个不求死 请问你 底下的信徒 听了到底有没有答案 你自己都没有答案 因为那个没有标准答案嘛 懂不懂我 你总不能说 上帝创造世界 用了六天 第七天安息 如果上帝创造世界 如果是五天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先上四天班 三天班 你不能这样讲嘛 你懂我 张牧师 我查一句 这个是个辩证唯物主义 唯物变证法 这个是我们学的 学的这个思维方式里头的一个东西 它变成思维定式了 它什么东西 它都想讲反的 其实没有反的 它是一个语言暴力 上帝告诉你这个善恶就是善恶了 创造这个七天 你说要五天 你假设这个东西不存在讲 那怎么办 它是一种思维模式定式这样的人 就是我们大陆的人很多 其实很悲哀 很悲哀 我告诉你 我现在让你们不悲哀 我敢讲这个就是 我这么多年接触大陆背景的 我到申请院 只要我第一次接触的是国内同工 我不管在美国还在中国 我第一堂 第二堂我就会讲这个 因为我要帮助大家 你懂吗 因为你在一个文化的诗 熏陶的里头 请问你 你知不知道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听得太多了 他们其实讲到讲得一流的 不会差国外的牧师 我讲难听一点 国外牧师有时也是讲得很差的 我坦诚讲 现在有些教会讲到才20分钟 我看这个叫做 Purified Water 纯净水 连味道都没有 中国大陆同工 至少我们浙江同工 讲到还50分钟 对吧 一个小时 还有三大段九小点 人家还规规矩矩的 坦白讲啊 那我给人家鼓掌的 他还有真正知道 我是一个牧师 我是传道人 我要讲道 有的地方讲得越来越稀了 我现在不讲这些了 我就跟你讲 这边怎么去改啊 后来我都劝他们 我说你不要这样讲 你这个反 不是反亚伯拉罕的三个人 不是反以利亚去求死 你圣经这里讲的是圣经的记录 你就不能去反他了 对不对 你应该去接受他吧 但是你要反的是 反我们自己啊 反你自己啊 各位 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天气热的时刻 我们年纪也大了 对不对 我们家里也富有 你看亚伯拉罕家里 有仆人的嘛 是不是 按照道理 你要怎么做 其实简单的讲 你有爱情 你丰富有仆人 坐在帐篷门口 有事找我就好了嘛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从反是 反在你自己的身上 就对了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说 他不知不觉接待了三个天使 我们今天基督徒 希望与神见面 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也要怎么样 好好的 真诚的来做这个事 而不是让人家去取代 代替我 所以你可以这样讲了 基督里面又听懂了吧 大家都闲话一句 这个东西 长老交代我 我交代你啊 大家都说闲话一句 每个都是过水的 一个小桥梁 到最后什么事都做不好 基督徒教会里面 很多问题是这里 对不对 搞到最后谁负责 这也不知道 我不是交代你了吗 那你就说 我又交代了别人 我刚好那天又有事 天哪 以利亚这样的求死 前面可以跟巴尼甲先知作战 但是 我们要看看 弟兄们 我们今天在事奉的时候 我们也有辉煌的时候 我们也有很有软弱的时候 请问你 今天在我们的身上碰到这里 你脑袋会怎么想 我相信你可能说也去求死 可是对不起 你是耶和华上帝所招来的 神不会让你这样死的 神怎么去带处理以利亚 今天也会处理你 因为神就派了一个死者 不是给他水吗 有没有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位耶稣基督 从不抛弃我们美国人 这个才是正面 你要去讲的嘛 结果你 所以我看了好多都是 前面拿得很好 一讲到正了 我说 一讲到这个我就说 惨了 逻辑观又开工了 这就是什么 你不去告诉这些同工 他们永远搞不清楚自己在讲工 我就是 我就是自然是老师嘛 我当然要 我现在很多东西 我都是从这种 所谓的逻辑观思想方面去想 但是我跟你讲 除了中国大陆的 传道同工 会有这样的问题以外 其他国家完全不会有 因为他的思维体系 不是在那儿 因为你们从小开始去 在中国学的小学开始 已经就是这种逻辑观 所以各位 各位在美国 如果查经班 你会 一定会碰到 从国内来的 我们在90年代 教会都有所谓的 神中团契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次查经 当时 国内的弟兄姐妹 还不多的时候 还没这个问题 等到国内弟兄姐妹 圈在一起 人多的时候 那查经 我跟你讲 很多人他没有去过中国 他不了解这个问题 他们会 顺着 我去加拿大 那些牧师都说 这些国内来的弟兄姐妹 火热是很火热 好像在教会 天天在捣蛋 查经就是要吵架 他们会互惠 那我去大陆多了嘛 对不对 我说 哎呀 我说牧师你搞错了 你要了解他的逻辑观 他背后所当时的那个教育 跟我们海外的 完全都不一样 两码事的 你去了解他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他是在捣蛋 特别是各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 为一个真理 好 我刚刚讲了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一个加尔文 一个阿米念 对不对 圣经都有讲嘛 其实圣经都有讲 在国外的话 就不会吵 到国 在国内的时候 当他去反到对方的时候 我跟你讲 就准备吵架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 邏辑观的问题 所以啊 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 大概就是说 读圣经 你们要小心 因为为什么 我过去在 美国中西部 这个大培林会 讲到 我也去要被参加嘛 我就听一个 从中国出来的 一个非常 标准的一个 中国知识分子 他在美国 得了PHD奉献 他的讲道 其实就是 邏辑观 正版和 我就在底下听 我就跟他分析 其实我是在看 他的思想 邏辑观 就是正版和 第一 其实你去讲 这个邏辑观 谁最喜欢 哪一种听众最喜欢 就是你们从中国来的 底下听着 哇好棒好棒 为什么 他有正有反 你懂我是吧 但是注意哦 如果你反的是反的对的话 非常好 如果你反错对象 你又反回到 亚伯拉罕身上 那你就完蛋了 你等于是把圣经当宝 这边又拿一个 又拿一个 狼头敲一敲 就变成这样 所以他没答案了 你懂我是吧 合不起来了 因为你把那个墙 付好了以后 又撬了一个大洞 这就是邏辑观的问题 所以我跟大家讲 所以你们要特别注意 以后你们在美国讲到 你要很小心这个部分 可以用 绝对可以用 只是你要会用 你不会用 就会闹出大笑话 你放心 好 弟兄姐妹底下 一听 就会跟你抬杠 他就会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 特别是海外的 不是国内出来 他就觉得你讲的怪怪的 他会这样批评你的 我在华盛DC那个宣告会 Alliance Church 我上次主日学就讲 亚伯拉罕接待三个人 一出来一个姐妹 就是说牧师有问题问你 我说好啊 请讲啊 她说那亚伯拉罕接待一百个人 可不可以 会不会这样做 我就在笑了 我说我告诉你 一万个牧师也没答案的 但是我不会跟你讲答案 我只告诉你 你的逻辑观思想的问题 了解我意思吧 所以是这样 所以让你们去知道 这个东西呢 反正第一次见面嘛 先 不好意思 先把它错破 我说对你们读升学 没有帮助的 为什么 你三年四年你毕业以后 你还是这种逻辑观 你都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你死得很快 特别在美国的教会 两岸四地 再加一个ABC 两岸五地 你慢慢搞吧 不好意思 张牧师讲话都不客气 但是为你们好 懂我 是吧 我就是一针见血 因为我们见面时间有限 二十五个小时以后 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还是把话讲清楚一点 比较好 好 我们做导告吧 差不多了 天父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来恩待我们 因为你既然招我们 我们就立志要做上帝的好仆人 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来服侍这个时代的圣徒 谢谢主的恩典 不论我们有多大的艰难 我们都可以靠主 能够来克服 求你继续来恩待 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好 我们下期再见